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这几天偷懒,没录到书 今天口行都是要做回一集节目 不讲开场白,不铺电那么多 今集想跟大家讲的这本书 是由Robert Newberger所写的《缺外》 这本书其实是针对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普遍存在那种存在感缺失的现象 很多人就算生活无忧,生活腐足 但内心仍然会觉得缺乏一种存在感 这种痛苦其实是很复杂的 它不是物质上面或者是成就方面的缺乏 看完这本书是能够帮助到读者 理解怎样构建自己内在的存在感 我首先简单介绍这本书的作者 Robert Newberger是一个法国的心理学家 他在巴黎第七大学毕业之后 就一直从事心理之春和心理治疗的工作 他自己个人是比较偏向于存在主义心理学 他很想通过同自己的个案互动 去探索现代人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除了《缺外》这本书之外 他还有另外两本作品 一本叫做《新型夫妻》 另一本叫做《停止还是继续》 《总结你的夫妻关系》 OK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本 能够解决你的空虚、寂寞和寒冷的这本书 在书的开始 Robert 其实就给了答案给我们了 《存在感》是人类内心需求的基础 如果缺乏存在感 我们就很容易会陷入失落、焦虑、迷失 也就是说你的空虚、寂寞和寒冷是源自于我们存在感的缺失 所以第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存在感 如何去建立存在感 存在感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 而是透过人际关系和群体的连结去建立起来 由我们出生的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社会化的进程 存在感是伴随着这个过程逐步形成的 存在感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一个是人际关系 另一个是群体归属 这两者都是人存在的根基 说回人话 即是说我们的存在感依赖于 我们的妈妈对我们的爱、爸爸对我们的爱 家庭的接纳和社会的支持 那种存在感其实就像DNA一样 它是双螺旋结构的 我们既需要在家族之中感受到稳定的归属 亦都需要在友谊或工作之中 找到另外的一种归属 没有其中一种你就会冻冻的 两者都塌着了 你整个人都会暖一点 在英语时期 妈妈的亲密关系 其实是存在感最原始的基础 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 史匹斯曾经有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专门针对 在二战时期 伦敦的那些BB因为妈妈的疏离而面临生理健康的问题 甚至是死亡的那些案件 一个新生儿如果不被接纳或是情感疏离 是严重到会令到BB会死的 妈妈的目光 他不单只是付予了给这个小朋友生理上的一种支持 而且在心理上帮他构建了他们存在的意识 我生而为人是值得的 我不是人间失格的 早期的母婴关系是一个人存在感很核心的要素 随着这个BB的年纪慢慢长大 这种存在感就开始有更多的内涵 例如说存在感会演变成为一个交换的过程 我们希望在其他人的眼中能够得到自身的意义 我们继续以妈妈和小朋友来举例 因为我觉得我是妈妈手上的Tressures 是她的掌上名珠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与此同时妈妈也会觉得 这个小朋友只是叫我做妈妈而已 他只是黏我而已 我真的觉得很有承受感 多辛苦也是值得的 这种双向的关系就为这个存在感 提供了一个很稳固的基础 但有一天女儿和儿子开始青春期 开始反叛了 我不认你做妈妈 或是妈妈火遮眼说 你滚 给我滚出来七去睡 在你不认妈妈或是妈妈叫你七去睡的时候 这种交换就会中断 人因此会陷入痛苦 如果我们将这种交换 延伸到我们社会上的关系里面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段的人际关系 实际上都是一种情感上的投资 既然说的是投资 那他就有可能会带来回报 或者是风险 同一时间也意味着 其实人际关系是需要持续投入 和你要维护的 不是只是做一次的事 OK 这个是基础 我们再说一下 进阶少许的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跟妈妈好就足够呢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目空一切 不理这个社会 不理大众对我们的目光呢 只是人际的连结 他并不足以构成稳定的存在感 并不是说你跟妈妈有连结 你就会有存在感 不是说你跟你的女朋友感情好 就代表你有存在感 不是你跟公司的老细熟 或者跟同一个同事好好感情 你就会有存在感 不是这样 这些关系 他必须要依附一个更大的归属圈 如果你只是跟妈妈 有在情感上的连结很好 但你的家是排斥你的 例如说 假如你妈刚好是嫁入豪门 但是在豪门里 老爷又不认你妈妈 甚至乎没办法搬入豪门 跟你的爷爷住 跟你的爸爸住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你跟妈妈感情很好 相依为命 你都是不会有家的这种归属感 例如你的女朋友刚好叫做朱丽业 而你刚好又叫做罗密欧 你们的亲密关系很好 很Romantic 但是你们家是世仇 整个社会 整个家族都不认可你们的这段婚姻 你都会有一种很抽离 孤立无缓的感觉 在工作上也是一样 你跟一两个同事关系好 并不代表你会在这间公司里有归属感 所以当我们去到更大的范围里面 我们去到一个群体 无论这个群体是家族 社交圈 或者是职场 我们都需要在个体的基础上面 跟这个群体重新去建立联系 令到这个群体认可我们的价值 我们才会有归属感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 家族是最早提供归属感给我们的群体 我们其实是由改名的一刻开始 就已经得到祖辈对小朋友的认可 你之所以姓陈是因为 你阿爷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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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爷加阿爷 姓陈 你不是我的儿子 不是我的女儿 你是不会姓陈的 不然你不认识的 这些很细微的归属仪式 其实都是能够令到一个小朋友感受到自己 在家族里面是有一个位置 Robert Neuberger在书中提到 他说他在研究罗马尼亚的孤儿园的过程里面 他发现那些没有家族归属感的小朋友 就算那间孤儿园多好也好 就算多能够提供到关爱和照顾也好 但这些小朋友仍然在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上 很难很健康地成长 所以家族的接纳对于一个个体 在原初的时候的那种存在感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存在感是一个一步一步慢慢形成的过程 他最初是由妈妈的目光开始 接着再转移到家族的归属 再从个人的一种亲子亲密关系 转移到社会群体的接纳 这些元素都是我们存在感的基础 这些网络就好像那些蜘蛛丝一样 互相交绩变成了一个安全网 我们面临一些失败失落痛苦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置身在一座很高的大厦 然后你堕楼 如果底下有一个网承托着你 那你是不会有事的 这种安全网可以帮我们建立一种 内心内在的稳定性 它能够令到我们在生活之中 尋找到自我的价值 所以这一部分我简单总结一下 作者的意思就是想表达 存在感不是天生的 而是透过人际关系 逐步逐步地形成的 尤其是在婴儿时期 我们应该要为一个小朋友 奠定被看见被接纳的意识在这里 缺少了一种自己被爱和被需要的感觉 上大之后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也会形成一种很缺爱的心态 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 你的内心就像一个黑洞 无论填多少的爱进去 你都会吞小它 都无法填平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 奥地利的心理学家Alfred Adler 曾经指出 人类天生是社会性的存在 它是无法独立于其他人而生存的 所以个人生活的前提是社会生活 也就是个体的生活 无法离开社会生活 所以第二部分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社会生活里面对我们的存在感有什么影响 作者在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依赖和尊严之间 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在这里 依赖其实是一种人性关系的基本需求 依赖通常在我们现在的预警里面 都会偏向负面 觉得他有手有脚经常依赖别人 靠自己做 但其实依赖这种需求是没错的 依赖是能够令到我们 在社会里面获得一种被support的感觉 最典型的就是可能我们的退休金 或者是政府给我们一些医疗上的保障 如果这两者是缺失的 或者是危险的 那你的内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糟了我退休之后没有人理的 我是吃自己的 糟了我一个大病 或者我家人的一个大病 是会令到我破产的 这些因素都会令到我们没有归属感 觉得很不安 但如果你严重地依赖社会 游手好闲 什么都不做 等拿中援 这种无折制或过度的依赖 就会损害我们的尊严 因为一个人的尊严 其实是来自他人的认可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依赖里面 能够保持自我 意思就是说你的依赖 其实是不能够过度的 如果你过了个度 那你就会失去尊严了 失去尊严 你亦都无法保持自我 这种相互的依赖 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维持体系 它能够令到一个人 可以在获得尊严的同时 可以融入他人 我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 如果你是好人好者 在路上跌倒 那阿筹友斯路过 就扶你起来 那你就会觉得 人间友情 很温暖 很开心 我跌倒是有人理我 大家不是冷漠的 这种就是识道的依赖感 但如果这种依赖感过度 就像陈老师 他见到你跌倒 但你明明是好人好者 他说不行 你不可以站起来 来吧 让我背你 让我背你回家 哎呀你不要动了 让我喂你吃饭 哎呀你刚刚弄乱的手指 不要吻屎了 让我帮你吻吧 当搞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尊严了 神经 这种依赖和尊严之间的平衡 其实真的很微妙 你做少了 你就会失去依赖感 但你做多了 又会令到地方失去尊严 OK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书里面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观点 它是和一个很著名的社会理论有关的 这个理论就是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理论 所谓的有机团结是源自于分工和互补的关系 就是每个成员都有不同的角色并且相互依赖 例如在一个team里面每个人都是负责不同的职能 大家一起合作维持整体的营运 这类的团体就是属于有机团体 而相反地什么叫机械团体 就是基于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的团体 例如是传统的宗教社群 大家每一个成员都有共同的信仰 通过大家都是信同一样东西 而形成一种紧密的联系 我们延伸到人制关系方面 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例如一对新婚的夫妇 原先他们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高度一致 大家是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 所以才结婚 是属于机械团结的类型 但是当他们真正结婚之后 他们开始组建家庭 开始分担育儿责任 每个人都调整了下自己的分工 履行了自己新的角色的职责 这种关系就由机械团结 转变成为有机团结 这个转变很容易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和磨擦 甚至会令到他们产生存在感的危机 因为双方都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在这个家庭里被稀释 原先我和你这么高这么大 大家都有事业 为什么我现在又在家里臭小孩 为什么你不可以在家里臭小孩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 机械团体是越来越少的 有机团体越来越多 甚至乎简单到好像我们平时说的夫妻关系 最终都会走向有机团体 有机团体的这种关系 是一种高度分工的关系 所以有机团体的这种社会关系 会更为复杂 每一个成员他们 无论背景专业度 信念上都会存在差异 但是如果双方或者三方多方 他们能够通过彼此的分工和互补性 重新去建立联系 那种对立和不协调 就会再一次过度去到协助和支持 同一道理 当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 接受了这种新的改变 由机械团体变成有机团体 那你是能够重新在这种关系里面 获得存在感或成就感 所以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团体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究竟 你所身处的这个群体 它是有机团体 还是是机械团体 如果它是一个机械团体 例如可能是教会 或者是某一些组织 那你就应该努力地去 令到自己符合这个群体的标准 你去获得那种归属感 而如果你处于有机团体里面 那你就要通过你的个人的贡献 和和对方的合作 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自我价值 你会发现机械团体 它最终为你带来的是 是安全的群体认同 而有机团体最终会带来的 是一种动态的个体存在感 我们刚才也提到 在现代社会 机械团体的比例是越来越少 我们绝大部分人所身处的 都是有机团体 你的个人贡献越突出 你和他人的合作越好 你就会觉得自己越有价值 你的存在感就越强 其实你想想在你身处的Department里面 如果你是有一些很突出的技能 就是整个组织都要仰赖你去做 其实你在这个组织里面是很有存在感的 但如果你拥有的技能 其他的同事都有 又不是特别突出 你就会给人一种浮浮的感觉 你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组织里面很有存在感 OK 我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存在感的模型之后 我们第三部分就是去讨论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失去存在感 作者说当我们重要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归属关系遇到打击 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 存在感就会随之而瓦解 有什么例子呢 例如是情感上的背叛 就是另一半出轨 第二就是离别 可能是你很重要的朋友 或者是亲人要移民 或者是搬走 第三就是死亡 死亡就不用说了 人都没有了 这些变故都会动摇我们和他人的联系 会令到我们产生一种很深刻的内在痛苦 焦虑和孤立感 甚至可能会摧毁我们的自我价值 其实情感上不只是出轨 例如可能是分手和失戀 都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自我崩溃 有一句很经典的说话就是 没有什么比不在被爱 更加令人自降身份和卑躬屈失的了 被世界遗弃不可怕 喜欢你有时患可怕 这种感觉就如同歌名一样 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垃圾一样 作者和一个个案聊天的时候 他印象很深刻的 因为那个女患者和他说 他失戀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那种感受就好像 自己被人在证件上抹去了 好像被这个世界抹去了 抹走了 失去了被人见到的资格 你马上就会当入一种被否定的自我状态 另外我们再详细说一下 喪失家族归属的破坏性 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 有一个很亲密的家庭成员过世 我们的存在感也会被瓦解 例子就是可能有一些家庭 可能有四五六个姊妹 或者是兄弟 在爸爸妈妈还在世的时候 就算大家都嫁了结婚 常常都会聚在一起吃饭 但是一旦爸爸和妈妈两个都走了 那些兄弟姊妹就很难再聚首一堂 或者是聚首一堂的频率会直线降低 就想说在他平时观察到的个案里面 他会发现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是有一些顶良柱 即家庭之柱 这个家庭成员消失了 这个家庭的联系 他就会逐渐瓦解 甚至可能会因为遗产问题 而引发矛盾 令到整个家庭彻底破裂 这些个案就揭示了 其实家族对于个体的存在感 是有一种很强的支撑作用 当一个家庭之柱消失了之后 这个人就会丧失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和认同 他就真是如同一栋建筑物里面的 那条承重柱 他倒了真的会倒的 我们再将这件事扩大一点 即去国籍或者被人驱逐出境 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的剝夺 作者翻查在二战的时候 一些犹太民族他们的回忆录 就发现当时他们被撤销国籍 突然被宣称你不是只有国人 你们是低劣的种族 其实是对那一代的人很大打击 甚至最后打完仗 他们在往后的很长时间 都无法重新去确立自己的身份 仍然觉得自己好像是毛巾之木 不只是发生在战争时代 包括以前一些人口贩卖 卖猪仔 强制性的移民 或者是出现一些在某些情况下 不受欢迎的种族 赶走你 不让你再在这个国家住 其实这一类事件 都会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 我明明在这儿长大出生 但你就说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人 你就说我不属于这一道 这种被放弃被背弃的感觉 亦都会很打击到一个人的存在感 尤其是当我们投入了感情和时间 去这个自我归属的群体里面 但最终你就遭到排斥 这种反差感就是最严重的了 我和你爱到要生要死 但去到结婚的时候 你妈妈一句话说不接受我 然后你就和我分手 我磨心磨心地每天做十多个小时 去帮这家公司 最后你炒了我 我在你这个国家里面 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生活了这么久 最后你不给身份我 类似这些事件 都是能够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价值 你可能会说道理我也明白 但具体要怎样做呢 我就是没有存在感 我就是觉得决爱 那我怎样自我收服呢 作者说当我们面对存在感决失 或者是面临痛苦的时候 不同的人在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 会作出两种完全极端的选择 一种是崇高的选择 另一种是绝望的选择 崇高的选择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我失去价值感存在感 不要紧 那我便通过艺术创作 通过社会贡献 或者精神需求 你是能够重新解读你的痛苦 觉得你的痛苦 都是最好的安排 啊 我又重新见到光明了 你是能够在痛苦里面 领悟出意义 如果我以前不是经历过那些 仆街事 我不是搞到身败明了 我今天根本上就不会 我要感恩我所遇到的一切 他们都是一份礼物来的 拥抱你的不信谁 拥抱他 拥抱他 臣服于他 是不是 其实跟我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 何尝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 变成这样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真是会心一笑 有些人就是能够 在逆境之中 领悟到尼彩的句话 打不死我的 将会使我更加强大 而另一方面 有些人在面对存在感缺失 或者是痛苦的时候 他们的选择是绝望 他会沉淪在这种悲痛里面 他会陷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之中 这就是另外一类人的选择 托乃我自己是真的选择了是前者 而不是选择后者 这个选择是和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的对话 和我们的思维习惯是有关的 首先痛苦往往是会令到一个人 去直面他生活上的真相 现实是逼你重新去审视 你现在的situation和周围的这个世界 当一个人失去了一种依赖关系的时候 或者是你所信赖的精神之柱 它已经崩塌了 它已经不存在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可以重塑一条新的精神之柱 你是有机会不需要再依赖其他人 或者其他的人事物去确认你的自身价值 如果你能够看透呢 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自由 我厉害不是在于你认为我厉害 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厉害的 我觉得幸福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 不是因为我的地位 不是因为你对我的尊敬 而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 我们往往会在这个moment 开始去思考我们生活上的意义 并且可能会试图去做一些新的创作 去超越以前的自己 去重塑自我 这个过程是很可贵的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马上想起明仔 明仔19年的时候 就出了一宗 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公关灾难 那天我看了一集节目 他就讲他自己的这宗公关灾难 即是他用自嘲的方式去讲这一件事 而且你看看他经历过这一段低潮之后 一声上回来 这一段经历真是很棒 跟Lambush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情况是perfect match的 其实很多大的channel 尤其是一些个人的channel 在遇到一些公关灾难之后 是很难重新被大众接纳的 但是你见到明仔他在这个时候 他去了马来西亚那里住了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里面重新做了很多的尝试 例如我想一下我这个channel 以后的方向是怎样的 我很喜欢去做animation 即是一些动画 但以前一直都找藉口给自己 说没有时间学 没有时间去做 他有一段说话很感动到我 他说你现在已经去到你人生的低谷 以前说你没有时间做 你现在应该是最有时间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都不做的话 其实你真的不是很想做那件事 所以他就滴起心肝去学做animation 然后又听很多的podcast 研究了很多不同的channel 帮自己找了很多不同的新方式 我要怎样回归三个月之后的我 可以做些什么 我究竟是要放弃 不如老老实实找一份工 还是我要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回出来 復出之后 我说他目睹一个史上最残酷的现实 就是每次一出片 那些订阅数不是向上升的 是负值 然后不断尝试 不断尝试 终于有一天上回来了 我订阅数终于是正数 他就知道自己的努力其实是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明仔他真的很厉害 他今天的成功 和他当日的这个选择是有直接的关系 他有一个很典型的 在这种存在缺失的情况下 重塑自我的例子 和明仔类似 是做节目的一件事救回我的 他令到我可以重塑我的自我 我失去了金钱 我失去了 我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很聪明的那种幻想 但是我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在我做自己的podcast的过程里面 找回我自己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自己的channel 做这些节目的 其实他的在体并不重要 你可以是将它变成艺术 写作 投身音乐 做心理学家 做什么 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在体 去帮你重塑你的自我 那你就会找回你的存在感 而这条重新建立的存在感 它甚至会比原先 依靠其他人建立的存在感 更加稳固 它能够令你变成一个更加成熟的人 更加硬正的人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找到心灵上的自我救赎 你呢?你又可以在哪里找到这种救赎呢? 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认真地去思考一下 相反地 另一半人当我们无法在痛苦之中沉默到意义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会滑向绝望 Roberter提到 在他的个案里面 其中有一个女孩 他在他的遗书里面 是这样写的 我失去了尊严 这是我存在的唯一意义 我之前看巨英国的时候 武志雄提到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有一个日本小说家 他叫做太宰治 他写了一本小说 那本小说的名叫做人间失格 其实小说里面的人物塑造和情节 就是他自己和他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这本小说也可以说是太宰治他的准治传 我引述里面的一段内容 讲一种心理描写很深刻 我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用滑溪的言行去讨好其他人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 我依靠着滑溪的这条细线 维系着与人类的联系 表面上我硬是笑面迎人 但在心里面就是拼了一条命感 在凶多吉小千军一法的高难度之下 看留甲背地为人类提供最周长的服务 但是无论我被家人怎么责怪 我从来都不会还口 哪怕只是欺言 对我来说也是晴天逼利 令我为之而疯狂 更不论是拼罪 只要被人批评 我就觉得对方说得一点都没错 是我自己的想法有错误 所以我硬是黯然接受外界的攻击 内心就承受疯狂的恐惧 太宰治所说的疯狂的恐惧 就是那种被抛弃的恐惧 这种恐惧可以压倒一切 为了避免这种恐惧 他可以付出一切的东西 包括自己的生命 和这部小说相关的 还有一部日本的电影 叫做《松子被嫌弃的一生》 松子有一个作家男朋友 他男朋友在跳火车鬼自杀之后 留下了一封遗书 上面有一句遗言 写着《生而为人对不起》 这句说话就是太宰治 他自杀时的遗言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没有说过 这个作者 Robin Nebager 他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涌等 这个学派有一个很出色的心理学家 就是Victor Ilfranco 我在去年应该和大家分享过 他写的一本书 《会出生命的意义》 Victor当时整个家 都是被人拉到集中营 我记得最好就是死剩他 和他的妹妹 在集中营里面 每日都有大量的人死 Victor看到集中营里面 有些人都会很悲哀 每日都好像在道计时 而有些人就不一样 他们仍然会在这种恐怖 在这么差的处境之下 去找一些开心的东西去哄自己 和哄其他人 所以Victor他说 只有找到生存意义的人 他才能在痛苦之中坚持下去 任何书记作者 Robin也很支持这个观点 他认为一个个体 如果能够将痛苦转化成为创造 或者贡献的时候 他个人的存在感就会逐步恢复 他可以令到我们感受到生活 仍然有价值和意义 就算在最差的绝境也不例外 所以这种崇高的选择 或者是积极的选择 是我们走出绝望的关键 它是一个分叉口 要么你就会像Victor 或者像明仔一样 走出来重新站起来 要么就像太宰治一样 留下人间失格四个字 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但我想说的是 你是有得选择的 就算我们已经走去绝望的那一边 你仍然有机会走回头 试下在任何的痛苦里面 沉获你自己的价值 或者是生命的意义出来 作者提供了一个方法给我们 这个方法就是建立仁慈的好奇心 什么叫做仁慈的好奇心呢 就是指一种不大批判性的自我探索 我们通过关怀自己 接纳自我 对自我保持开放和理解 尊重我们自己的情感需求 不过度批判自己 这个做法是能够慢慢 帮我们修复我们内在的创伤的 在我们面对伤害 失败或者失落的时候 如果我们带着仁慈的好奇心 去和自己和解 那我们就能够在最差的情况下 去检视自己现在的处境 令到我们不至于被消极的情绪所吞没 我举几个生活上的例子让大家了解 具体应该要怎样做 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我们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自责和觉得羞愧 你会骂自己 死蠢 这都错的 这些很明显就是我们内心的批判者 但如果我们有仁慈的好奇心 那我们会怎样做呢 我们就不会用这种批判的态度 去探究这个错误的原因 我们会这样问自己 这个错误究竟是因为自己过度疲劳 还是因为某些程序或流程需要被改进呢 你是不会骂自己的 你是会致力于我怎样能够分析到这个问题 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不单只能够减少我们的自责 也都会帮助我们在实际的过程里面 改进到我们的错误 你用得越多 你在逆境在很大的挫折里面 你站起来的时间就会越快 我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在生物关系里面 有时你和伴侣吵架 人士的好奇心 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而不是把伴侣的话语直接解释为攻击 或者是侮辱 我们可能会问自己 为什么对方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是不是因为他的需求没有被我理解 所以他生气呢 如果你是可以这样去思考的话 我们就能更加冷静地去理解对方的感受 我们也能够将我们双方之后的那种沟通 变得更加有建设性 而不是会陷入情绪化的对抗 再举一个例子 对待其他人的批评 我举个例子 我偶尔都会收到一些负评 老实点跟大家说 我收到负评一定会不开心 我知道的 我是一定不开心的 一句简单的说话 有时可能会影响我半个钟 至一个钟我的心情 所以我能够理解如果一个人 他被整个城市的人骂 被人妄报的心理压力究竟有多大 我其实算是被人骂得少了 真的 我是算被人骂得少 但是我都需要至少半个钟的时间 才消化到一句负评 我觉得我已经是那些很厉害的人 在心理承受方面 但我依然都会受到影响 更何况是年纪再小一点的人 或者是没有我这么厚面皮的人 就前几天有一个朋友留言 我进来只是想听这本书说什么 但听了很久 都是听你说自己的个人意见 批评别人有多愚蠢 和表现自己有多职 我看完之后第一时间 会有一个冲动想去反驳他 告诉他我不是这样 我很想跟他说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甚至乎有羞辱他的冲动 我将我的心理活动告诉大家 你这么职你讲 你做旗节目 你这么职不要听 自己看吧 这里是我的地方 你收爹 这些都是我第一时间的心理活动 但当你冷静下来 你细心地看 当你能够有一份仁慈的好奇心的时候 你就不会急于去 为自己去防卫 而是你会尝试去理解对方的立场 于是我就问自己 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认为 这个批评我是不是真的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是不是我的开场白过于涌场 是不是我在表达的过程里面 太过以自我为中心 其实我都是不断地修正这件事 你会见到我现在的表述 我会比可能我头几百集的那些节目 个人是虚伯了 是不是 我其实是很努力地做这个改变 我尽量令到我在讲书的时候 然后减少我的个人色彩 因为过多地谈论自己 的确是容易令到人产生一种不适感 所以理性地去看 其实对方是说得对的 因为可能我未必认识你 我亦都不是听了你很长时间的节目 我只是想了解这本书说什么 而你只是说你自己 所以我就很失望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有改进的空间 当我能够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有那种很底促的感觉 我就释怀了这件事 这种态度和处理的方式 就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容易 或者更加开放地去接纳到不同人的意见 我们也可以在人制互动的关系里面 表现得更加包容和自信 虽然你不认同我的做法 我也认同我有改善的空间 但你的留言不会令到我 觉得我自己不行 我依然对自己的节目是有信心的 除了和其他人的互动和关系里面 去使用这种仁慈的好奇心 我们在自我探索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去沉默同理心 例如说当我们觉得焦虑 或者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问自己 究竟这份焦虑是来自哪里的呢 是不是最近我的工作太忙 还是是我对未来有一些隐藏的担忧 我们通过理解自己 来去抒解自己的压力 来去安慰自己 而不是去苛责自己 哎呀你为什么又想起这些东西呢 你为什么会这么坏的呢 你为什么这么没用呢 甚至乎我们在对待小朋友 在这些问题上 人慈的好奇心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去找到小朋友背后 即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而不是急于去责罚他们 他打烂的花瓶 是不是在这儿寻求我的关注呢 是不是其他情感上的需求 没有被满足到呢 他不会计算这道题 看不明白这道题 不会计算这道题 是真的因为他蠢吗 还是跟他同一个年龄的小朋友 都有这样的共性呢 会不会是我太过紧张呢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人慈的好奇心的工具 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 来去思考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 是对自我的一种 好心层次关怀的工具 而这种对自我的关怀 会带来一种稳定的存在感给我们 一个人对自己的需求的理解越深 那么他对生活的掌控感就越强 就越能够减少对外界世界的过度依赖 但我们要知道 自我探尘并不是要你去疏离这个社会 不是忽略否定这个社会的关系的重要性 而是通过一种自我的疗愈 自我的了解 去巩固你的自我 即是巩固你那条精神支柱 你的这条精神支柱越强壮 那你一失去外界支持的时候 就越难感到绝望 每个人最核心的精神支柱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信仰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另一半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子女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父母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工作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金钱地位 但我觉得这些精神支柱都是不稳定的 因为它都是建基于他人的身上 或者是外界的事物的身上 最稳固的精神支柱 是你对你自我的肯定 如果你的最核心的一条精神支柱 是你自己来的 而不是家主在你身上的那些面具 即是你的金钱地位 甚至乎是另外一个人 那击败你的唯一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物理上面令到你死亡 即是只要你不死 你就根本就无法被击败 最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就是教我们 如何在一些破碎的关系 或者是失落的存在感里面 去重建自己的力量 同一时间教我们通过理解 人际关系里面的复杂需求 而帮助我们在痛苦之中 寻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们今天了解了存在感 究竟是由什么构成 还记不记得 考考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试 给5秒你回答 1 2 3 4 5 是人际关系和群体归属 也了解了什么事件 会导致这种存在感破裂 又考考你们了 记不记得是什么 1 2 3 4 5 是背叛 离别和死亡 作者也教我们如何重建 就是最后我们所说到的 人词的好奇心和自我关系 这本书不算很厚 但它解答了我内心里面 一个很长时间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感受到空虚寂寞动呢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自我价值 和过度依赖外部的满足 与此同时 我们还无法面对和接纳自己 没有为自己建立生活上的意义感 最终这几个因素的合力之下 我们就会开始空虚寂寞和冷 不知道听完这一集之后 你会不会整个人又乱一点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OK 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个 差不多了 我们马上进入到上集评论的时间 天跡神族逍遥就说8点10分 耶 现在大家要写上时分妙 来证明自己是真是头炷香 因为太激烈了 恭喜你啊 插得头炷香 天跡神族逍遥就说 我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会吃肉 我曾经都挣扎过 但后来我就认为坚持要吃肉 或者不吃肉都是执念 随缘入到哪间餐厅 当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为了维持生命吃肉 而不是明知吃不完 都叫到一桌都是 或者是贪好味 就算饱都继续硬失 那就OK 十分之认同 不要帮自己去制造太多罪恶感 永泉就说正啊 欢迎你啊 Good Time Charlie 就说No.1 哎呀慢了个马鼻 唯特之恶特就说第二 不是啊第一 我按系统的时间来看 你已经是第四了 哈哈哈 不过不要紧了 你们基本上都是同一时间进来 多谢你们这么支持 多谢你们 还有你不要沉迷打卡 你在你有空的时间 或者是放松的时间 那我是无任欢迎你打卡的 但千万不要说我做一下做一下功课 我突然想起 哎呀 邱老师做了节目没有呢 我等人要 我要第一个打卡 那就是分心了 那就不好了 求学不是求分数 打卡都不是求分数的嘛 大家愿意留言 我就觉得是很有心的了 凡家小明就说打卡 刚刚陪完我家的肥B走街街 好有爱啊好有爱 阿Dan就说No.7 欢迎你啊 好久没见你留言了 Marco就说感谢分享加油 欢迎Marco Dy就是财老师你好 你好啊 思寒就说Emillion thank you 多谢 阿Moon说十九分钟排十一 都不错 好久没试过 追到你出片了 先like后听 动物话题正啊 我有九只猫的 哇那你很厉害啊 猫有九条命 即是在你手上有九九八十一条命 你责任更大 Semantic就说 听了几日忍不住要课金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多谢你支持啊 阿Jan就说十四 Yeah Winnie说 阿女会打其他动物 但不会打自己的狗狗 很好笑啊 是啊是啊 还有很多好搞笑的东西 昨天她又自己搭了一家很小的屋 困住了一个流浪商人 她还要特意做了一条路 叫我沿着一条路去走 看看会见到哪个 原来就见到她建的那间店 因为有个流浪商人在买东西 有时这些创意真是我想象不到 我觉得玩游戏打机的过程里面 都真是几启发到智力 麦里斯托就说第十五位 对我来说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 食欲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就正如大自然的社交网络里面 当羊群不被狼暴食之后 就会吃光黄石公园的草 令到雨水泛滥 河床改道 导致生态平衡被打破 而我们人类更加是自然生态里面的暴食者 负责消耗其他物种的数量 我们不需要对被食欲的动物感到道歉和内疚 但要保持感恩和不浪费动物室上面的所有部位的心 如果你只为皮毛而去杀害一只动物 那是不道德的行为 就如同以前的人捉鲨鱼之后 斩了鱼翅之后 就将它扔回到大海 让它自生自灭 这一段说得很好 还有多谢你对小众的书 大自然的社交网络 其实我很喜欢这系列的书 但内涵并不是很多人看 我觉得讨论道德 它其实是一个理性上面的考量 如果我们像一个清教徒 一定要去遵守一些很黑板的规则 说这个又不行 那样又不行 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很多制褬 所以我觉得在世俗的社会里面 我们是要有另外的一套生活方式 所以我很认同 就算我要食用动物也好 我们是不应该浪费的 而如果有更加好的方法 我们又能够找到一些替代性的食物 而且又有营养 又是自然的 我觉得未尝不可 因为人类有这样的能力 去保护到更加多的东西 举个例子 好像是社会福利和贫穷这件事 如果在物质区乏的时代 那可能社会福利就是特权来的 大家是要争和分配才可以有 而去到物质丰富的年代 我们其实有更加多的人 可以共享财富和福利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人类和动物也是这种关系 我们可能是一个暴食者 我们可能需要动物的肉 但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得更多 可以减少这种杀戮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必要 为这件事负出更加多 要负担更加大的责任 内疚感是有价值的 但它不是应该长期存在 在我们内心的情绪 所以我很认同 吃了就吃了 不要说这件事会困扰我 又要担心这样担心那样 又要祈祷 又不需要搞那么多东西 吃了就是吃了 下一步要想的就是 我怎样可以吃得更少 我又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他们没有那么痛苦 我甚至有没有办法令到他们不痛苦 又或者干脆 我又没有其他替代的方式 可以不产生杀戮 我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所以我很认同你的说法 J就说 未能如素 唯有宅食 不食因我而死的生命 已经很多年了 试过一路处理生蟹 一路跟他说对不起 之后我就没有再买活生生的食物 听你说完这本书之后 心里面舒服了少少 感谢你 好开心你能够释怀 其实我跟你某程度上都很一致 我是不敢够处理生的动物 我真的做不到 你叫我去杀那些跳的虾 即是微死的虾 我做不到 你别说虾 背壳我都下不了手 我内心是每种抵触 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宁愿是吃冰鲜的食材 我都不会做到那件事 就算以前的拜阿堂 要劏鱼 我都做不到 我都会叫隔壁的同学 我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做不到 这件事 除了拍死蟑螂 之外 我其他真的做不到 是真的下不了手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迫自己 去下手 更加密论 我会不会跟他说对不起 我都不会下手 何来对不起 所以千万不要迫自己去做这些事 我不做这些事 不是因为我怕落地獄 怕杀生 做业 我不是怕这些事 这些事对我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这样做 是出于我的理性 我不希望亲手去剥夺 另一条生命的生命 但其实是很矛盾的 我打蚊 打蚊 我竟然剥夺了他的生命 所以完全不需要为自己辩解 我就是有选择地爱护动物 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是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 Lulu 说 第35分08秒 可能希特拉是极端的例子 让我先听听 我忘记自己说了什么 我看回来 是说什么外星移民 外星种族 我觉得你的道德 如果未到特定的阶段 你不能跟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你根本是不可能 可以发展到文明出来 希特拉当然不可以 他怎会创造到文明出来 他只能创造一个对立和破坏的世界 但我们真的不能否认 这个人的意志力 是一个很强的人 在我身心灵的观点里 希特拉 他是可以使用到 禁忌吸引力法则的人 Alex 说 20 多谢支持 Ginger Ginger 说 默默支持 听了筹诗很久 第一次留言 对动物差的人 心底都差 这句说话很厉害 我觉得很好 说得很对 因为是同理心 爱护动物 就是一种人性的延伸 Hitomi 说 我都养过不少的动物 我最后的一种宠物离开了之后 我都说过以后不养 那你现在呢? 现在有没有养? Diana 说 好多谢你说这本书 可以令到更多的人好好思考 住在同一个星球上 人类应该如何跟动物相处? 我本身都是很爱动物的人 我仰着猫猫 小时候在家里有养过狗 鸟仔 鱼和龟 你思考过的问题 我全部都有想过 例如少点吃肉 甚至乎能不能做到 侮辱全素呢? 可惜我暂时只能做到 一天只有一餐是素 总之希望人类 不要再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剥夺动物和植物的生活 和生存的土地 过度发展 和尊重爱惜所有的生命 不要过度屠杀 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和过度的滞养 已经很好了 真是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天 感谢 来!等我们更加有影响力 之后做些事 我们不要祈祷 因为我从来都坚信一个原则 这个世界是不会无故自己变好 你想它变得更加好 那我们真的要落手落脚 为它做些事 我们身体力行的时候 就是它变好的其中一个原因 Fanny 说 所以我不会养鸡、猪和牛 怎样养?很难养的 在我们现代的环境里面 除非你有一个牧场 你就可能会养到这些动物 牛其实我是想养的 如果有机会 可以在郊野地方养一只牛 其实我都很开心 牛是 你看它的样子 就觉得很善良 真的很喜欢 不知为什么我 我对牛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 算了不说了 我又要吃牛肉 又要说喜欢牛 真是鬼死衰 真是很矛盾 Jody 说 你感冒吗? 声音好像有些不同了 我应该不是感冒 应该是刚刚睡醒 我刚刚睡醒就录 就会是这样的声 如果你看到我在节目开始之前 和到中段 后段的声音 有些变了 一定是我一睡醒就开始录 Louisa 说多谢分享 多谢Louisa Elsa 说 我小时候 见到妈妈 将原本有生命的虾煮熟了 我就会哭 但传统的父母 觉得食素不够营养 直至大概十几年前 才开始食素 经常都会被人问 为什么你不吃肉 当我回应说没有 我只是想减少杀生 已经很多次被人说 食物都有生命 你又吃? 人们真的很有趣 再次感谢陈老师的心机和时间 和大家分享知识和感受 多谢你 多谢Elsa 支持你 做自己就可以了 就算没理由也没问题 下次人们问你 你为什么不吃肉 你便说 开心 你为什么不吃肉会开心 你吹 理由都不需要 我就是因为我喜欢 Thomas 说 这本书有些像那本 为何猫狗是宠物 猪是食物 人要爱护动物 很大程度都是偽善 世间的各种生物都有生命 牛羊猪 狮子老虎 意思是昆虫 老鼠蟑螂 细菌病毒 在自然界 弱肉强食 哪里会有什么动物权益 被人养的 没有自由 受人类虐待的固然是惨 但动物身处大自然 要挨肚饿 要被暴杀 有病 没有人医 天生天养 也不见得好过人养 人类对于非食用的动物 也不见得人道 猫狗为了人类的一己施育 就要绝育 如果你是猫狗 你都不会想被绝育 曾经有人问我 赛马场的马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答案是不男不女 全部都是太监马 因为公马的脾气会火爆 经常都会争马女 没有女又会踢同性的马 所以最后用得的马都不能生育 要特别留几只公马去配种 对于被养的动物 又公平吗 又人道吗 不要说动物 人类之间 都会有太多太残忍和不仁 太多的不公 但竟然有行程去探讨动物权益 Thomas看得很深刻 我很认同这个世界 最恶的一样东西 最毒的一样东西 真是非偽善莫属 错的就是错的 我们无论怎样说 都不会是对的 不过有一点 我觉得也是有讨论空间 就算人类的社会 不是完美的 或者是人类 对自己的 都是同是人类的人 都会有很多残忍 不仁道 但也都不代表 我们因为这样 而不能够去考虑动物的权益 因为它是两件事 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而我们作为一个理性乐观派 我们要相信 其实我们的世界 是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好 哪怕你认为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 我现在所身处的地方 不是越来越好 是越来越差 但实际上 在整体的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说 其实它也是越来越好的 在这个越来越好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进步的世界里面 我们同一时间也都要在思想上面 要有进步 我们在道德上面 也都是要有进步 要越来越好 不可以说这个世界还有邪恶在里面 善良就是虚伪的 不是 善良永远都是值得存在在里面 哪怕这个世界再黑暗 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良心 我们对其他物种的关注 关怀 它都是重要的 就如同我虽然还在吃肉 但是 我仍然会致力 或者尽我一番的心意 去保护 或者尽可能地去保护更多的动物 我觉得两件事是不冲突的 我不会因为吃肉就不能够保护动物 这才是蝙蝠盒 能够在矛盾之中 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所以 只要我们不虚偽 做真正有益的事 我们就不枉此生 我父母家是开佛堂的 所以从来都没有吃到肉 以前就算想吃都没有吃到 怎样都不可以吃 现在没有信宗教 但仍然都有搞身心灵 我个人不建议其他人吃素 我也都因为吃素 搞到身体很差 我觉得不要因为信仰 而去绑架自己吃肉与不吃肉 我一直都是主张 我们是基于理性去做事情 而不是基于恐惧 或者是某些情绪的勒索 而不去做一件事 如果我是有这样的生理需求 我是想吃肉 那我觉得你就是去吃肉就可以了 因为吃肉不能成先成佛 因为下世会有什么因果 就不吃肉 我觉得荒谬的这件事 而且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你的身体 是出现问题的 抵抗力会变差了 那你就应该平衡你的善食 不是信仰行先 所以我觉得你是对的 真的不要被自己完全受限在一些规则里面 欣筹老师分享的一本书 很多年前看了一段影片 影片里面疼鵝被铁管插喉罐吃 水果里面不停流血 这样做是为了在短时间内 谷肥它们被人享用 这条影片里面所提到的鵝 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湖水 所以我也戒了食鵝肝 在2020年的时候 我觉得人心太坏 我又突然生起了一个念头 戒了牛肉 我觉得这样会对世界好一点 去到2022年的某一天 我就连其他肉类都戒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并没有困顿和挣扎 时至今日 我仍然要为我的家人处理肉类 打边楼的时候 整桌都是肉 家人问我 为什么可以不受誘惑呢 我就简单回应了一句 肉并不是放入口的东西 那就解决了 近年来 我很喜欢管理大佬意识 他带给我的乐趣 比吃肉更加吸引 就算整桌都是肉类 我觉得 就好像那些东西并不存在一样 也完全吸引不了我 我记得小王子的本书里 狐狸和小王子的一段说话 成千上万者一模一样的狐狸 但因为投射了感情 你就是我的唯一 除了道德 其实我对动物也投射了感情 对于我来说 动物的连结实在太震撼了 不需要言语 是一种互相爱慕的情怀 在同一个月 我遇见了下面的事情 第一 我发现露天的餐车里面 十几只麻将在享用一碟 葡汁鸡扒饭 无论城市的空间有多夹杂 他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地 二 我在某个街角 见到幼鸟不够力飞过墙壁 妈妈过来营救 三 荃湾广场的天桥 救了一只 以为自己被困的小鸟 四 千岛湖行山 因为小鸟的叫声 我才能发现其他空间的能量场 由介绍到自我意识 和感知能力的提升 整个过程都非常自然 发现自己随信宇宙爱的能量 上天就会引领 令我见到更多 我本人是反对用动物来做实验 只要随信宇宙爱的能量 上天就会引领人类 找到更加完善的方法 去突破医疗领域 多谢陈佑师 我很喜欢这本书 我见到清晰爽朗的香港 爱和灵性不断扩张 快出书吧 出一本书 鼓励你这样做 好好地将你的感受 转换成文字 将它记录下来 说不定又会有一片新的路向 多谢你的这段文字 很能够感受到 你内心世界的那种封城 Mabel 说 食欲真的会有罪够感 能够说服自己要珍惜不浪费 至于其他的羽绒 丝巾 真皮 XXOO 就要拒绝购买 来吧 让我们一起为食欲这件事 寻求更加多的解决方法 化这个罪够感为动力 Rachel 说 多谢陈佑师的分享 星期一又来补回周末出的影片 自从开始看你的频道 我家都要买书柜 鬼叫我好喜欢读紫质的书 恭喜你 十年之后就可以开个小型图书馆 Rachel 说 好像你现在的家 简直正我都好喜欢紫质书 我认为紫质书和电视书很不一样 你会闻到书的味道 包括你揭得多的书 会有你手上的汗味 说一下就会有一股酥味 当你在几年前再打开书 你闻到你手上的汗味 酥味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回忆 电视书是做不到的 你会在上面写一些东西 画一些线 这一样东西的电视书 都是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紫质书 跟你一样 Kevin 说 你这一集和这一本书 实在说得太好了 有时间我都在问自己 为什么人对猫猫狗狗有感受 但打死一只蚊蚂就没有感受 其实大家都只是地球上的生物 但为什么会这么不平等呢 食素其实有研究显示 植物都有动物类似的感受 一样会感觉到痛、惊慌和害怕 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 是一般人未能够理解 其实我们食素和食肉都没有什么分别 除非什么都不吃 没可能什么都不吃 如果我们要搞到什么都不吃 其实我们是剥夺了我们生而为生物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在罪咎感那件事里 我们应该放轻一点 我从来都会问自己 那你内疚完之后 and then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会怎么做呢 单纯内疚罪咎是不够的 我们至少是要去促进一些东西 是能够有所改变的 那这种内疚罪咎感才有价值 你才能够转化到这种能量 多谢Scarlett的支持 Y-Ming就说 人如果要令自己变得更加有道德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跳出食物链的家手 是的 这真是一个千古难题 解决到这件事 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有所改变 精辟 Lovvy就说 我都很想吃素 亦都曾经试过一段时间 但我发现我吃素身体会出现问题 吃肉就没事 现在我都会有一餐吃素 主要是怜悯的心态 齐老师你又怎么看人们 饿蟑螂和喂老鼠呢 我又觉得这件事就过了农 就是养蟑螂喂老鼠 你的慈悲心不能够扩展到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已经过了农 你说哎呀 我很担心老鼠没有食物 所以我要喂老鼠 哎呀 那些蟑螂为什么要被人打死呢 小强 不行 我要去拯救小强 我觉得 来到这一部分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例如好像对待老鼠 我是不主张用毒药 或者是那些老鼠胶 其实你是没必要去做这件事的 你要想 你要研究出其他方法可以驱赶它 或者是减少它们的繁衍 或者是对我们社会的滋扰 但是你不能够用一些太残忍的方法去对待它们 即是你想想 你用老鼠胶 你把老鼠在那块板那里 是动都动不了的 是暗生地死在那块板那里 是饿死渴死在那块板那里 甚至有些人会拿着一块老鼠板 拿着滚水去烤死它 我觉得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这样做是太不人道了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管你是吃事 我是什么 它过来滋扰我 所以我要杀掉它 无论怎样也好 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 但是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这是我的观点 但是你说我爱心反滥到我要养老鼠 我觉得又不对 因为你是会影响到其他人 你是会令到我们的环境惡化 蟑螂就更加一支 我真的无言以对 我杀得最多的应该是蟑螂 不是蟑螂就是蟑螂 这两样东西 基本上是我人生里 杀得最多的生物 无他我就是选择性不喜欢它们 我就是不喜欢它们 所以不要影响人 我觉得你喜欢还你喜欢 但是不能影响人 VRKBA说 听了几分钟已经忍不住留言 我尝试过多菜小肉 但每次想去捐血的时候 医生又叫我吃多些肉 只可以吃一些不为我忙的肉 小时候我都想过 如果有一粒丸 可以每日吃一粒 就可以吸收所有的营养 那就不需要因为杀生而烦恼 很开心你可以从这种罪恶感 慢慢走出来 说不定你的使命就是去发明一些药丸 就算发明不了这些药丸 我们仍然有更多的方法 可以令到我们向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前进 VRKBA说 可能你之前是看漏了我的留言 我现在再补充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读 《给我40岁的儿女》这本书 我想这本书比较小众 你未必会读 希望你有兴趣 我记得你推荐过这本书 我记得我有看 但为什么没有读到 我忘记为什么没有读到 我先记下这本书 多谢天色成友逍遥的Superfans Xiu Xiu 说 真心多谢你的分享 付出的努力 多谢你 欢迎你 Coco 说 有天听到你说 怕自己对人要求太高 怕自己太有想法令女儿没有想法 想知道你是什么星座 和NBTI 因为我也是这样 NBTI我没什么研究 我是金牛座 NBTI我真的不太熟 所以答不了你 Ansia 说 推荐一本书给你 对教子女很有用 书不太厚 每句话都很有用 更加说出了 以前和现在的环境不同 要如何教育和和子女相处 是一本不能错过的书 书名是 你的孩子是谁 拜畅怀长老 教研于教育问题之展开 多谢Ansia 的推荐 多谢你 让我先写下 Alex 说 这个议题真是很复杂 最近有些有趣的实验 说植物受伤都会发出某个频率 看来没多久 就连植物都不能吃 然后说到 要帮动物创造环境 发挥自然的天赋 真是笑了出声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 作者不如养我 我也想每人创造环境 让我发挥天赋 我觉得任何理论都不要太过 过了道后 你就会变成乌托邦 我刚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都是跟你有相同的想法 但其实后来 我详细了解了他的主张之后 我发现他探讨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是关于自然的保育 例如说 可能在一些国家公园 给了多些自然的环境 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们如何去改良我们的动物园 令到他们可以回到一个更加符合他们生存环境的地方 我觉得他的主张并不是天马行空想出来的东西 而是落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还好 他也不是离地的人 Anson Cole说 继续支持齐老师 希望齐老师有更多的身心灵作品 多谢Anson 我看看还有什么令到我会很有感触的新生存环作品 我再推荐给大家 Anson Cole说 人类比起非修大草原的狮子老虎更加无道德 他们不饿不会去捏杀任何动物 人类只是将其他的生命当成生活的点缀 对 某些人类是这样 就像我们在鱿鱼游戏中 那些当人的生命是娱乐一样的人 那些人对我来说就是要被消灭的人 Marcus说 齐老师你能够解答我的问题?多谢你 客气客气 Herbert说 如果所有的生命都要尊重的话 食素都不对 食物都有生命 细菌和病毒都有生命 如果要说到这样的份上 其实就没有讨论空间 生命要尊重它是道德层面的东西 而我们自身的生存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 这两者当然是有重叠的部分 而我们所讨论的框架 就要建基在这个重叠的部分 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重叠的部分 脱离了你不用生存 我就是只要道德 那不行 防止我们只求生存 不需要理道德 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讨论的范畴 一定要在这个框架之内 脱离了这个框架 这件事就无意义 Jusica说 齐老师当年我的狗仔离世的时候 我找了一间有基督教背景的善中公司 帮我的狗仔处理身后事 其实当时我自己都未信主 但我总是觉得天父是爱世人的 而动物也是天父的受造物 所以他都一样会爱我的狗狗 都会给他回天家 我只是想得那么纯粹 所以当你提及到动物是否有灵魂的时候 我自己都停了一停想了一想 或者有时间我都会找相关的资料去了解一下 究竟圣经是否真的这样说 还是我们世人曲解了圣经 Anyway 多谢柴老师 多谢Jusica你的包容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内心相信的东西 那就OK的了 我支持你的想法 真的 哪怕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解读 但我一样都会支持你的想法 所以我真心很感谢你都能够这样去包容我 John就说 动物真的是对主人无条件的爱 是的 我真的觉得以前我的狗狗狗 真是他的世界只有我 但奈何我真是很少很少陪他 John就说 爱某种动物 但又选择食欲 都可以算是物种歧视 是呀 绝对就是 所以真的不要把什么道德公帽给自己 我们的善良其实是有条件的 没有我们自己想象之中那么纯粹 永浦OK说 哎呀 听一听一听 走了神 MIRROR仔说 邱 Osir休斯 去年吗 我觉得你做女声选 你大胆地更新 做女声 我觉得你感情的时候 情绪和人物心理都很套位 就是扮女人的时候 Ok的 我差那种声 Gerda 我没变到女人的情感 他哈哈 呀 我都做到 一般女朋友说 很爱的 爱动物的人听到这集了 再次感谢每一位的有留言和没有留言的朋友 night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小铃铭加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小铭感谢赞助我的制作 我是齐老师华 我们明天会再见 拜拜